聽所有年兄 詞曲 作曲 cheapest 這些歌词 詞曲 陳欢 詞曲 編曲 曲 編曲 編曲,編曲 編曲 編曲 不要 revenge 梦打碎才会知真假 风啸啸 雨飘摇 泪眼问 画画不答 回不到最初的年华 爱恨不过一年时差 让伤落智 柔触见刹那 愿放下苦苦的挣扎 等不到盛开的年华 此年早已纷飞天涯 刻骨铭心 耗尽了牵挂 留不住 还放不下 太繁花 皆落下 太繁花 皆落下 渡过了 多少个春香 没有几次无恙 守不住 花样的 年华 卫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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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仪才 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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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伯仪才 怎么可能不还你 前生 娘 前生 怎么样 伯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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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说没有 二爷竟然为了采薇 为命老太太 这二爷平时多孝顺一个人哪 从来都不敢违抗老太太半句的 这采薇还真是个狐狸精 也不知给二爷施了什么魔法 我还听说是二爷一直送她回去的 昨晚还留在了强威院 今天去药厂还迟到了 二爷是个很谨慎的人 他什么时候迟到过 可见采薇在二爷心目中的地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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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我也是个女人 好 可是我要的 真的不是这个 之前我就坚持不让采薇进门 现在不得已 每天都要面对她这张脸 我看了就生气 这采薇也是 怎么就跟她娘莲儿长得一模一样了 还跟她娘一样狐媚 就知道勾引男人 想当年 她不过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小丫鬟 就把老爷勾引得神魂颠倒的 我还记得 当时老爷身边的烟红 因为妒忌就打了莲儿 老爷一气之下把烟红给赶了出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老爷对一个女人这么痴迷 如果说当时要是把莲儿弄进了门 再让她生下个一儿半女的 指不定老爷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我到现在想起来啊 还心有余悸呢 太太 莲儿怎么能跟您比啊 她再有心机业都赶不上您啊 还不是您略失小计 就让老爷误会了以为她勾引了黄管事 您又趁机把她嫁给了黄管事 老爷当时多看重黄管事啊 他怎么好意思对自己手下的家事下手啊 那一仗您打得真漂亮 这儿我佩服极了 我赢了又怎么样了 从此以后 老爷对莲儿念念不忘 还怪愿于我 就再也没有进过我的房 我赢了也等于是输了一样 这件事情 就像是一根刺一样耿在我的心里 每次只要一想起来 我心里就难受极了 我一直在努力忘记过去 可是现在 偏偏采薇酷似她娘的这张脸 每天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好像是在提醒我 曾经在她娘身上输得有多惨 你说 你说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老太太您就看开些吧 更何况莲儿都死了那么久了 为了一个死人不值得的 这次是老太太的五十大寿 二爷吩咐要大操大办 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的 力求宾主尽欢 所以我希望几位妹妹多多帮忙 不知道妹妹们意下如何 太太尽管吩咐 好 我们姐妹齐心合力 相信一定可以 成功举办这次寿宴 现在我就要分派任务 给各位妹妹 我们各尽其职分工合作 梅香 你为人仔细 采买的事就交给你负责 采买管事会直接向你汇报 是 太太 上等大米两百斤 两百元整 青油五十斤 咸鱼四十条 又是百元 等等 咸鱼四十条 是四十条 往下 丘陵 你最擅长收拾 府中布置之事非你无数 丘陵一定不会让太太失望的 都摆好了啊 摆到那边 凳子擦干净点 贵琪 你最谨慎 寿宴中不止参盘之事 就交给你了 这次我们用的碗盘 都是府中过百年的青花瓷 全部都是成套的 万一要是打碎了 会很难配的 采薇妹妹妹刚刚进门 对府中的事也不是很熟悉 所以太复杂的也不想为难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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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各位妹妹的精彩表演 做得好 重重有赏 但如果有什么差错 影响了老太太的寿宴 到时候家伐处置 大家接着忙 是 林奶奶 是时候该下葱花了 下得太晚呢就归熟了 下得太早就吃了 可就掉不出你们的鲜味儿啦 吴依太 努必正在专心煲汤 一时疏忽 请吴依太见料 没关系 我先忙你的 刘大妈 这洗好的菜 怎么能和柴火放一起呢 搬柴的时候 卫生肯定跑进去了 这是我的疏忽 我的疏忽 老太太生日 要准备的材料实在太多 一时放不下才没有注意到 我立刻就叫人 把干柴移出去 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可以出任何差距 是是是 来 快点 把柴移出去 好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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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你刚才明明看到了 为什么不说呢 请我一太恕罪 奴婢是想等我一太走之后 再告诉刘大娘的 刘大娘一个人管这么大的厨房 实在是忙不过来 如果因为这些而受到责备 奴婢心里也会过不去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碧河 以后你就来我身边伺候吧 接着忙吧 怎么样 打探出来没有 打探到了 晚上丑时 是厨房守备 最为松懈的时候 那就衣机行事 这一次 连二爷都保护不了他 我非得让那个黄才卫 尝尝家法的滋味 是 梅香姐姐 厨房的事情 没什么问题吧 一切都很顺利 姐姐负责 最为复杂的采满 真是辛苦了 还好啦 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了 妹妹可否进一步说话 你们在这儿等我 是 是 采薇还要谢谢姐姐的救命之恩 那次在山上 要不是姐姐及时通知二爷相救 采薇今天可能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还有上次在花园 我被老太太罚跪的事情 我知道都是姐姐暗中在帮我 二爷都跟你说了 好 姐姐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 不会让你为难的 好 妹妹你真是体贴 怪不得二爷啊 他一直惦记着你呢 二爷也经常在我面前提起姐姐啊 每次说到姐姐的贤惠 善解仁义 每每都赞不绝口呢 那既然妹妹这么相信我 有些事情 我就不得不提醒你了 不知道 两位姨太太在说什么呢 姨太太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该管的事 你就不好奇啊 不该我好奇的事情 我从不好奇的 凡人之心不可无 厨房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很轻松 可是不能出事 要是出了什么叉子 那结果可就大了 所以那没你呀 还是要小心谨慎 谢姐姐提点 嗯 我先走了 太太 怎么样 三爷太那边已经有动静了 三爷太那边已经有动静了 快点 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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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是 别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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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来 你 跪下来 我 老实点 还想放老鼠 五一太 老实点 老实点 五一太 吳怡太 就知道有人会搞鬼 早就在这儿等你了 吳怡太 是老鼠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放老鼠进厨房 你想破坏老太太的寿宴 说 是谁指使你的 说 不 不是的 这老鼠是我在附近抓的 我家有只老鼠跑过来 我就一路追着过来了 我 我哪敢破坏老太太的寿宴啊 你还狡辩 这种谎话你都说得出来 你以为我们会信你吗 不用跟他多说 把巧心关进柴房 明天一早 交给太太处置 是 走 愿望 走 走 快点 吳怡太 这 你看 这些政务找个地方小心放好 你们再给我四处看看 有没有老鼠跑进来 你 你 你 还有你 今天晚上在这里守夜 连只蚊子也不准给我放进去 要是敢有任何差事 我不为你们试问 是 是 太太 三姨太失败了 小心当场被抓 吴怡太 原来早有准备 这场戏 还没有结束 你有没有听说过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应该开始判断了 我跟ned下 这场戏 还没有 对 对 是 你 你的 尤子 别开火 你 别开火 你的 是我 钱生 爱琪 总算是任夫君了 你吓死我了 你 这么晚去哪儿了 抓贼去了 抓贼 抓到了吗 抓到了 怎么回事 明天你就知道了 这么晚你怎么会过来啊 我就怕你不问我 我呢 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所以 想给你个惊喜 好漂亮啊 好 好多萤火虫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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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我 好好好 我真的帮你抓一个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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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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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来 快去 快去 来来来来 还有我 还有我 来来来 起来 继续喝呀 起来 继续喝 来 来 手伯倣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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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好了 吴仪泰 吴仪泰 大师父好了 二爷 快点 快点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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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这 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这句话我正要问你 我把监督厨房的任务交给你 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昨天晚上有老鼠跑了进来 现在还有几只没有抓到 为什么会有老鼠跑进来 他们昨天晚上喝醉了酒 你竟然会相信四个酒鬼 昨晚的事 卫时偷着古怪啊 不过是一点水酒 我们也没喝过去 做错事你还敢狡辩 来人 拖下去 各打二十大板 是 太太饶命啊 太太饶命啊 快点 太太饶命啊 太太饶命啊 太太 饶命啊 太太 定是另有原委 一切都是秋林在搞谷 昨天晚上 我们当场抓住巧心 人证物证俱在 还请太太明见 你信口陪人 巧心现在就被关在柴房 太太只要一插便知 中午宴请的客人就到了 现在厨房这个样子 你们让我怎么 跟老太太交代 采薇 待会儿你自己 跟老太太解释 跪下 我问你 是不是三姨太指使 你在厨房里放老鼠 破坏老太太的寿宴 不关三姨太的事 是巧心 恨五姨太 克死了三姨太的孩子 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 为难五姨太的 但是 但是我还没有动手 就被五姨太给发现了 说不定 你在被我们发现之前 就已经把老鼠放进去了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好了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谁是谁非 等老太太的寿宴之后 再查个清楚 眼下最要紧的 是中午的寿宴 厨房的材料 清点过没有 还有多少可以用的 刚刚都已经清点过了 因为一些重要的材料 要么挂起 要么收在了柜子里 所以大部分的菜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 这个三姨太锅机 因为 都放在了岸台上 所以被糟蹋得最严重 原本的二十份 现在 只有五份能用了 那另外的十五桌怎么办 现做的话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这三七砌锅机呢 要经过好几道的工序 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那如果出去买呢 买得到吗 这个 没有预定 恐怕 太太 客人们 已经陆陆续续地到了 好 我和二爷还要去前院招待客人 这里的事情 你们自己想办法 如果不能让老太太和客人满意 你们就等着挨罚吧 二爷 我们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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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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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请 请 瑞克来了 多喝两杯啊 一定要多喝两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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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 感谢啊 一边请 先把巧心带下去关起来 设宴之后再处置 是 是 等等等等 凭什么呀 巧心是我的丫鬟 就算是要处置 应该由我来处置 为免姐姐落下篡供的嫌疑 姐姐还是打消耀这个念头 你什么意思啊你 姐姐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看什么看的你们 干活干活 三爷 走 妹妹啊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请坐 请坐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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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来啊 请坐吧 你说 白老太人寿比南山 谢谢啊 谢谢二位 去厨房看看什么情况 谢谢 谢谢你们 别贵 谢谢 厨房还需要一段时间 严重吩咐下去 安排个人的时间进来慢一些 是 对了 给老太太准备的礼物 安排好了吗 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少一个菜不行吗 那些客人 又不知道我们的菜单 这个 十道菜 欲着十全十美 三七七国鸡呢 又是主菜 四姨太 这可是少不得的 那这可怎么办呢 老太太的生日宴 如果没有像样的主菜 可是样当大笑话的 四姨太 你们就不能换个主菜吗 白家是最讲究规矩的人家 我记得老太爷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也是摆寿夜 摆了五十多桌 厨房却露了一样点心 结果 厨房的婆子 当晚却按了板子 什么 点心而已啊 那有这么严重吗 大户人家 有几个是不好面子的 更何况是老太太的六十大寿 要是在这世上 伤了老太太的颜面 老太太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蔡薇 这个怎么办呢 都是那个巧心害的 要罚 应该罚他们吧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迟了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 便出一个不是体面的 好了 大家不要愁眉苦脸了 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不要放弃 说不定 很快就会有办法 可能有什么办法呀 刘大娘 厨房的事情你最熟 你有主意吗 是啊 要是老太太的家宴 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是要受罚的 这个道理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可是事到如今 再准备其他的菜代替 已经来不及了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呀 好 这个是什么 这是长寿面啊 盛宴中必不可少的 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长寿面来代替主菜 主食 怎么能代替主菜呢 我有办法了 自作者 您看 卫质什么 这 这 这车啊 这 挺好的 好 娘 这是儿子 给娘的受礼 我跟二爷说 老太太嫌轿子太颠簸 二爷便派人买了 我这辆小轿车作为您的座驾 您可喜欢 喜欢 喜欢 二爷真是有心啊 娘 儿子今天给您当一回司机 带娘去街上兜一圈 改天再去吧 马上就要到吉时开宴了 就兜一圈 再说了 有老寿星在 什么时候都是吉时 老太太 兜一圈 兜一圈了 兜一圈了 那就兜一圈 就兜一圈 好 父方 你也来 上车 娘 好 娘 坐我了啊 好 这车真快 坐下 走 伍仪泰 按您的吩咐 这个是菠菜汁 这个是胡萝卜汁 采薇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厨房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现在可以说 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寿宴出了差错 我固然逃不了责罚 但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们必须完全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竭尽全力地使客人满意 让老太太满意 我们才能安然无恙 明白了吗 吴仪太 有事 你尽管吩咐就是了 我们也来帮忙吧 来 好 把这些搬过去 是 娘 坐着车看风景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吧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真有趣啊 那好 我们再去西街逗个圈 二爷 差不多了 让客人等久了也不好啊 是啊 今天就到这儿吧 改天再逗 那好 一切依从寿星老太太的意思 我们打道回府 走 回来了 回来了 娘 来 客人呢 客人都到齐了 去催出城 快点上菜 是 太太 有意思 老太太到 老太太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娘家 多了 好棒的 爹 来 monte 好 software 上菜 对 吧 老太太到 五十盆 古丹仙子贺寿 祝老太太寿彼难伸 秀彼难伸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老太太放声 放这儿 娘 请 来 好 放声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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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位太太 怎么不去给老太太拜寿啊 好 像这种场合 我们做姨太太的 是不能露脸的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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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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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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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哪儿的话呀 我 你 谁 贼 Sai 言 让她不要担心 一切用 去吧 马太太到 马太太 恭喜老太太 亲家太太来了 祝老太太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谢谢 谢谢亲家太太 马老爷怎么没来啊 她忙生意没能赶回来 她让我带她向您问候 谢谢 您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老太太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谢谢 您今天打扮得可富贵了 瞧您说的 寿宴开始 来 给亲家太太 满身 满身 这酒啊是上等了好久 来 我们去老太太一杯 谢谢 亲家太太 好 好 好 来 亲家太太 这杯酒我要特别敬你 您这是怎么话说的 今天这个寿宴能够办得这么喜庆 可完完全全都是富方一个人精心安排的 我们家富方啊 不太懂事 他要是哪点做得不对啊 您就多担待点啊 您客气了 富方他能干又贤惠 这可都是亲家太太教得好 我们富方啊 说话心直口快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 您哪 就多说说他 没有 没有 您放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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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点菜 今天这些菜呀都是富方准备的 你看本来那条鱼是挺的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缩水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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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采薇也是被逼无奈 才会亲自上主宰 朕担心 希望能够顺利过关 应该能顺利 这便是今日寿宴的主菜 凤凰拜寿 祝蓬莱松柏 芝芝秀 方丈芙蓉 朵朵鲜 这就是今天的主菜 这不是长寿面吗 是否弄错了 这便是今日的主菜 请老太太和各位宾客品尝 这主菜倒是颇有新意啊 大家不妨尝一尝 来来来 这是长寿面吧 竟然还有红色和绿色的面条 我活了这把年纪 还第一次见到 真有意思啊 对啊 对啊 这配菜啊 是三七七锅锅鸡 凤凰拜寿 这鸡肉加上长寿面 可不就是凤凰拜寿吗 今天这道别出新材的主菜呀 我可要好好尝尝 我年纪大了 这满桌的大鱼大肉都吃腻了 这道主菜上来 看看就开胃了 面条爽滑有劲的 还有鸡肉的鲜美和蔬菜的清香 实在是好 好 是 没错 这么新奇的面条 我真是第一次见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也真是我想问的 我呀 偷师回去 做给孩子们吃 孩子们一定喜欢 对对 真有你的 那你就说给大家听听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胡萝卜汁和菠菜汁 来和面 就能做出彩色的面条 这真是个好点子 那不知是你自己做的 还是有人教你的 其实 这是我娘想出来的 我爹最喜欢吃 我娘做的这种面条 你娘啊 真是心灵手巧 你爹能娶到你娘 这样蓝心绘质的女子啊 可真是服气啊 对对 对啊 好啊 你们一个个胆子 是越来越大了啊 玩花样竟然玩到 我的寿宴上来了 你们是不是现在没有一个人 把我放到眼里了啊 出了这种事 父方择无旁贷 父方一定会好好调查此事 给老太太一个交代 老太太 秋林是冤枉的 秋心 秋心 我也不知道 秋心怎么会 干出这种事 还请老太太明察 是不是冤枉 等审过巧心后便知 这种雕奴 不用行是不会说实话的 大大饶命啊 老太太就将此事 交给父方处理 父方定会查出真相 将这个押迫拉出去 是 等一等 我相信 秋林是冤枉的 今天我来啊 是有一桩大声音 想跟你们白家合作 你知道现在 最赚钱的药物是什么 阴俗化 鸭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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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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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 词曲 李宗盛